火星新闻先来看到电信产业的大事 今天4G执照的竞标结果正式出炉 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和远传电信三雄 亚太以及新进业者鸿海和鼎心 通通拿到执照 不过绝标金额达到了天价 高达1186.5亿新台币 那么竞价程序就告结束 经过40天大战393个回合 台湾4G执照竞标结果终于出炉 总标金高达1186.5亿天价 足足比原先预估的359亿总底价高了3.3倍 竞价作业就是以商业机制做最终的仲裁 我想今天结果出现 已经告诉各位这就是台湾该有的价格 来看到试照结果 参与的六大业者通通得标 其中以中华电信标到共35MHz的最大频宽 而电信三雄的台湾大哥大汉远传 则是紧追在后 鸿海集团旗下的国际电子 取得两个频段 领先亚太和鼎心旗下的台湾之星 其中最有优势的1800C5帝王频段 则是由中华电信取得 那西雄是最控的 所以马上可以开始建设 然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提供服务的频段 4G视照尘埃落定 电信三雄和亚太股价全面上演庆祝行情 台湾大哥大股价涨幅更是直逼5% 鸿海则是小涨1.35% 但集团旗下的网通大厂 剑汉和台阳 4G截标消息才一传出 盘中马上击奔涨停 只有鼎心集团旗下企业 似乎不受太大影响 总裁长怎么看今天的4G执照竞标结果 已经有答案了嘛 4G竞标大战终于结束 不关NCC主委时事豪形容 竞价结束才是下一阶段业务竞争的开始 新唐人亚太电视审委 同吴博宣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